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是不太用得起的 小团队出去租棚 开机费大几万的 一天数据下来十几万是跑不了的 当时的游戏 也不需要精度那么高的动画资源 风格也不一样 我当时就说 现在既然这么多人关注了 干脆就咬咬牙 自己建一个动物棚 起码可以省一下开棚的钱 也为后面做一些技术积累 但后来发现还是想简单了 你想动物演员都是人 所以最合适的动物对象 只能是和人类一样的双足角色 这问题就来了 咱们从小都看过很多的中国神话 厉害的妖怪 都是由动物修炼成人型的 动物可不是双足型 四条腿的动画效果 该怎么处理呢 大概在两年前 然后我还在波斯顿研究飞钢铁仿真 回国过个春节 永哥听说我回来以后 就到深圳来找我吃饭 在席间他就问我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发一套 不同于Motion Imagine的 四族动物的动画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以往其实演员都是听机器的 我们现在希望是不是让机器来听动物 大概的思路就是我们海量的去采集 各种四族动物的随机的动物数据 然后再通过机器学习和补件算法 再加上人工的访客 我们能够不断地去迭代 最终实现在引擎里边 能够模拟任意四族 哺乳动物的复杂行为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OK 只是当时我也不是这个研究方向 后来我们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就走了 当时其实有一些话没敢讲透 我觉得他们有太多基础问题都还没有搞定 现在谈这个还太早了 四族动物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一个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大了 演员动不出来的数据 从定向很困 几乎没法用 后起黑针等于冲撞 你看建盆的钱都砸下去 大部分时间都还个人慌着点 那里确实很大 后面有一些机缘巧合 也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因素 最终还是选择回国加入一些科学 四族动补的这个问题 也就成为了我入职以后 需要解决的第一件 最为核心的公关课题 配一切尔子 后面的人把握其实是改变环子 但原来的事情都会发生了 但是全世界的空随 也就像是一般的 现在这种区域 还要不在一起 直到黄色的同时 又也是一个人的 也就像是一般的 猫狗动物都是完美的猎手 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它们的动作优雅矫健 而且行为模式高度不可预测 是绝好的捕捉对象 为什么大家都把猫叫做猫主子 是因为它们其实没有被完全的迅滑 你想让它们像人类演员一样 去做出预先设定好的动作 不好意思 基本上没辙 我们大思路其实也很简单 主要还是依靠数量 我们会布置好一个场地 让美只猫可以随意行动 它想怎么动它就怎么动 我们全部把它如实地记录下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引导 但主要还是看猫主子当天的心情怎么样 这个思路看起来很粗暴 但其实背后的技术难点也不少 首先第一点 自研的动物软件肯定是逃不掉的 这里面包含了一套精确的四足动物骨骼 以及高度定制化的骨骼重定项方案 你不要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活泼好动的 你真要它们上班 它们还是会摸鱼的 所以我们在给美只猫穿上动物服以后 最多最多连续工作15分钟 起码就要休息一两个小时 没办法的 这些数据基本上都只能靠运气 这些数据的存费比 我想一想 大概是1比60左右 1%、2%最多了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打点数据 当天就会发送给我们深圳的超参中心 我们在那里租用了很多的CPU 运行了一套我们自主研发的运动模拟系统 代号叫露 这玩意也没什么神秘 这核心就是一套基于神经网络的专用算法 通过物理解算和动画混合 在各种复杂的虚拟环境下面模拟和学习 这其中就包含了坡度、落差、摩擦和阻力 不管有没有新的数据 这个系统都在24小时不间断的训练 这些训练的数据通常会在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就回传到我们这边的服务器 由我们这边的动画专家进行评估和打分 那露在根据这些人工打分的结果去修正之前的参数 就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补数据、吃数据、模拟、评价、调餐 最终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世俗基础动画 可以不经过动画师的后期修理 策划根据需要就能快速地配置到合适的角色 没有硬伤 目前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参数大概有70万个 毕竟还在不断地增加过程当中 我估计未来最终可能会超过100万个参数 很多看似高不可攀的技术短板 真正缺乏的 其实就是下地干活的耐心 有些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太难 太贵太麻烦 别人能做 是因为累积了几十年 我不行 我不配 我们从来不信这个鞋 前半年才刚刚起步 东西还基本上没法看 但是好在最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可以叫做阶段性的成果吧 我跟我的招高不得 对那是 不许可貽 我跟我的招高不得 是 我跟他的招高不得 我看就... 我算是 我跟我的招高不得 我把牧场 都带不得 我마封在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麼甜豆腐腦、鹹豆腐腦 其實這個問題沒這麼簡單的 去年Nature的副刊發了一篇paper 它基於外賣行業的大數據 去分析不同國家人群的飲食特點 和人類基因圖譜之間的關係 起碼有超過17個不同的味點 對於一個人愛吃什麼樣的食物 有非常強的相關性 我當時就和你說了 既然研究結論這麼明顯 那乾脆我們就咬咬牙 自己來打通少有供應物 把買不到又食材的問題一次性解決了 所以我們基於亞洲人的口味偏好和健康指標 先從源頭選擇最合適的天然食材 再用更科學的方式進行人工育種 這個事情前半年才剛好起步 東西幾乎沒法吃 但是好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進展 我覺得可以叫做階段性成果吧 你 blend太多了 新的麻煩時間吧 衝去乎 我恰快 在醫院 新的希望 愿你和家人平安如常 大家笑起来渐渐躺躺 真心的祝福都没什么良样 比达了爱就是假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